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 阿N与阿N这个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 《楚咒云》的戏剧人生 《楚咒云》 生于1922年9月30日 出于1980年1月14日 《楚咒云》原名叫谭耀戾 直观港东东莞 他是省港澳著名粤剧红领 亦是电影明星 在50年代 已经被誉为粤剧四大名单之一 他在30至70年代 一直保持当红状态 《楚咒云》在广州出生的 小学和中学球学时期 表现相当出色 所以他曾经做过很多届班长 他父亲是一名教师 《楚咒云》六岁开始 就开始学戏了 他九岁时就拜粤剧名领 《明邱》曹雪丹做师傅 学习一些排场戏 和身段造手和基本功 他另外又跟着武打高手 伍染明学习翻腾和撲跳的功夫 在武打功架方面 都学了一年多 《楚咒云》11岁开始 登台演戏了 他取当时11岁登台时 取这个艺名《楚咒云》 亦开始灌录乐曲唱片 他文武相传 而且他的气怒 《楚咒云》 相当之广阔 《楚咒云》 《楚咒云》 唱造念打各方面都相当优异 演技亦都相当之精湛和感人 在14岁开始 《楚咒云》 就在广州、上海和香港 担任静印花旦 在1936年 在《郭仙声》剧团中 成功执衫 为什麽呢 因为有人不做 就轮到他做 就开始做静印了 1937年 他就拍着《白俱荣》 去到上海演出 同年 亦都在香港的男女戏班 就演合女林英娥 做得相当出色 及至1938年初 他就参加了《太平剧团》 在《太平剧团》他就担当日戏的正印花旦 当时他就拍《黄鹤星》一起做 同年 即是1938年开始 就开始拍电影了 而且在电影里面 是担任女主角的 在1939年 他就担任《新日月星》的正印花旦 就拍《黄千岁》和《廖合怀》 同年 又在《太山》 剧团拍《桂名仰》 去到美国加拿大那方面演出 在1940年中 就由美国加拿大回到香港 就应白绿堂的邀请 加入了《卿中华班》 第一届开始 就首先做《第二花旦》 然后在第二届开始 就担正了 做《正印花旦》 做了一年多 就曾经主演过的剧目 有《虎逆龙妃》 《假士忌夫托子》 《返五关》 《一家七燕》 《火树银花》 《岳家军》 和《雷电出孤儿》等多出名剧 去到1942年初 阿涉郭仙就邀请他加入郭仙声剧团 就担任《正印花旦》 期间主演过《暴雨残梅》 《胡不归》 《女儿香》 和《黄超军》等等这些名剧 跟着他又在平安剧团 就拍过《罗品超》 主演的剧目包括有 《刘金定斩四门》 《大开铁丘粉》 《杀星降地球》 《七禽万祸》 《十载沉冤梦》 《难兴难帝》 《雷电出孤儿》等等这些名剧 在1942年至1947年间 《楚奴云》就受聘 拍《逢合云》 先后在越南 泰国登台演出 当时演出的剧目 有《女儿香》 《常娥宾月》 《刘金定斩四门》等等 这些剧目都是相当出名 《非星国际》 去到1947年6月 《楚奴云》就由泰国回到香港 第三代 第三度再担任郭先星的《正印花弹》 在这期间 演出的剧目就有 《雪野哀雄》 《西商代月》 《金鼓雷鸣》 《暴雨残梅》 《胡不威》 还有 《吾爱吾仇》等等这些剧目 这些剧目是相当出名的 后来去到这一年年底 他又 转为担任《金龙》剧团的《正印花弹》 在《金龙》里面 他主演过《花街神女》 《霸王别鱼姬》 《月下色雕蝉》等等这些名剧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 《楚奴云》的戏剧人生 暂时分享到这里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 点赞 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我们的阿N与阿Lang频道 下一集继续跟大家分享 《楚奴云》的戏剧人生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